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方说白天是阳晚上是阴天是阳地是阴男生是阳女生是阴阴是向内收缩的阳是往外扩张的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他才有生命 大自然的事物千奇百怪内容包罗万象如果要分类的话这将会是没有尽头的天文数字 但是一经就只用了阴跟阳两个元素就将宇宙的万事万物都包含在里面 那么阴阳还有什么关系呢 阴跟阳是相对的是会不断变动的 而且两者都不可分割缺一个都不行 比方说你不能说我只要男生不要女生 我只要天不要地 我只要太阳不要月亮 这都是不可以的 阴阳也是一体两面的 一件事情都有两面 有真就有假 有假就有真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这就是阴阳 学了易经的人 比较不容易上当 受骗 怎么说呢 因为你已经知道了阴阳 知道的事情都会有一体两面 任何的事情你都会懂得坚固 这就是阴阳 阴阳都在我们的生活中 教我们生活的智慧 它随处可见 只是 我们没有想到这就是阴阳 我举个例子 大家看一下自己的大拇指 大拇指是依 是基数 是阳 但是注意看 在大拇指里面有两个节 这就叫做阳中有阴 再来看看另外四只手指 是是呕数 是阴 但是每一根手指头里面都有三个节 这就叫做阴中有阳 所以 易经告诉我们 做人要刚揉便记 不能刚到底 也不能揉到挂 这都是不行的 关于阴阳 我们先说到这里 现在我们来看第五挂 虚挂 虚挂 挂名叫做水天虚 虚有 需要 或是等待的意思 但是因为食肌味道 而显得着急了 所以等待很重要 需要等待一个好的时机 比如说 在运势上 就不宜冒险前进 投机 或者是着急 大家说 吃筋弄碰碗 这都不好 反而会失利 要知道 贪小会失大 聪明的人 必须知道 等待的时机 在杂卦里面有说到 履不处也 虚不近也 意思是说 虚 是要等待 而不前进 前面我们说过 屯挂 是万物开始的 婴儿时期 萌挂 是幼稚成长的时期 而虚挂 就是养育等待 长成的时期 刚萌挂的小草 需要营养 要养分 才能长大 刚出生的孩子 也是一样 万物间的养育 都需要营养 所以虚挂 也含有 饮食之道的含义 是为了让万物吸收 充足了营养 有充分的发育 虚挂的整体时势 来说 是还没有达到 长成的阶段 所以 还是需要等待 相词中说 云上于天 虚 君子 以饮食 宴乐 意思是说 云在天上的时候 有机会 酝酿下雨 所以 在盼望 等待下雨的时期 这个时候 要先了解时事 既然 还是处在 等待雨水 滋润的时期 就是要耐心的等待 没有捷径 你可以安心的吃饭 喝酒 做乐 但是千万不可以 贸然的前进 要静静的 等待机会的来临 那可能会问说 我就是很着急 怎么会有心情 高兴的吃饭 安心的 做其他的事情呢 那也没有办法 虚挂就是这么告诉你 这个时候的等待 是让你养精虚略的 时机总是会来的 等时机到了 你就可以大胆的 往前迈进 比方说 现在正下着大雨 很多人一起在躲雨 一阵子之后 雨停了 躲雨的人 也就陆陆续续的离开了 虚挂挂象表示 这就是最后这一阶段 雨过天晴的这个阶段 可以的时候 时候到了 就前进 不可以的时候 时机未到 就安静的等待 养精虚略 总结来说 虚挂 水天虚 等待 有诚信 光明亨通 德行吉祥 等待时机成熟 就可以前进 冒险患难 是韬光养晦 自强奋斗 等待机缘的挂 大家的夜间 做人出书可安心 身体健康心安静 当主救责必得离 做回夜间 家庭幸福英港心 休闲路上可建设 三中刷挂 节目后期账号 四季二七四七八十 好名 四孔花贵 吉金会 欢迎回到 禅宗说挂 今天介绍的是水天虚 这是一支在说明 要耐心等待时机的挂 在做人处事上 每个人都要学会低调 低调是一种谨慎 谦虚的态度 这种心态 不是要你什么都不去争 是要你知道在 时机 环境 运气 都对你不利的时候 要把自己的才能 骄傲 都收起来 我们人可以不聪明 没有高学历 但一定要有智慧 一个人 懂得在最适合的时间 做最适合的动作 是很重要的 佛有八万四千法门 来对治众生的烦恼 就好像一支挂 可以有非常多的面向 来解释众生的问题 在解释后天八卦的挂像之前 我们要先了解 天干 地支 和五行 先看图卡的介绍 天干与地支 十天干为 甲 乙 丙 丁 物 己 根 心 人 魁 十二地支为 子 丑 银 卯 臣 四 五 未 生 由 虚 害 五行起源于 金 木 水 火 土 宇宙万物都是由这五种 基本物质的运行 和变化所构成 五行 相生 金 生 水 水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五行相克 金克木 木克土 土克水 水克火 火克金 六亲生克土 一挂有六摇 分排六亲 六亲分别为 我 父母 兄弟 七才 官鬼 子孙 具体分辨 具体分辨方法 生我者父母 我生者子孙 克我者官鬼 我克者七才 彼合者兄弟 我的五行属性即为主挂挂工的五行属性 总体相生相克顺庇顺序为父母生兄弟兄弟生子孙子孙生七才 七才生官鬼 官鬼生父母 父母克子孙 兄弟克七才 子孙克官鬼 七才克父母 官鬼克兄弟 接下来我们从几个大家比较常见到的问题来解释 占卜到水天虚是好还是坏 第一个我们来看求财或投资的部分 首先在投资求财方面 用神看的是七才 四爻做子孙 四爻就是自己 子孙是生财 但是财没有来生我 所以在投资求财上是比较不利的 容易有做白宫的现象 其实做事情是要有方法的 以前长辈总是叫我们爱共云阿者 但是这个做法已经不合时宜了 要避免自己白忙一场 就是做事情要有方法 比方说要有进有退 懂得把握分寸 退却是进攻的第一步 退步原来是向前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 就是学会说话 对说话是不难 嘴巴发出声音就行 重要的是说对的话 说有礼貌的话 说好听的话 不要当作这很简单 这是一门学问 好的口才能帮你打出一片天 说话有时候 能决定事情的成败 马儿好 好在腿上 人好 好在嘴上 换一种说法 结果就会不一样 我们人生 难免会有逆境 打击是常有的 不要将时间 白白的浪费在消极的等待上 既然现在不是投资的时候 就利用这个机会 自己好好充个电 相信事情 很快就会出现转机的 接下来是虚挂 在婚姻和感情的解释 我们现在看男性的部分 用神看的是七财 四摇做子孙 如果是未婚的男性 因为四摇子孙 慈是身材 可以判断出 男性很关心女性 而且还很重视女性 如果是已经结婚的男性 代表 你可以好好的 对待你的老婆跟孩子 但是 刮像上的显示 不只是这样 你还必须要小心 控制自己的心 预防自己有婚外情的可能 这样才能避免 发生家庭的纠纷 再来是女性的部分 女性用神看官鬼 四摇做子孙 如果是未婚的女性 沾到这只挂 虽然刚刚我们说 子孙持是身材 但是 相对的 子孙也会克官鬼 所以说 女方对男方 其实是不满意的 而且 因为克官鬼 有很高的机会 会造成分手 或是离婚 不过 也不是每一段感情 都会以失败收场的 有些恋情 能够顺利的走向婚姻 或成为长久的伴侣 有些则是感情慢慢的转弹 最终以和平分手收场 过程中 没有任何的争吵 还是会翻脸 这一点很重要 让彼此留下美好的回忆 在心中 现在生活中 尤其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情绪控管不成熟 特别容易有糟糕的分手经验 情人之间 若不幸被分手了 分手后 什么都可以留下 除了尊严 请记得 要有尊严的离开 优雅的转身 不要造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如果是已经结婚的女性 七财两线 表示你的婚姻 可能已经有女性的第三者 介入了情况 继承子孙辞世 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 未来这一段感情 可能就很难再维持了 接下来是身体健康方面 用神看子孙 是要做子孙 虚挂在感情上是不好的 不过在身体疾病这方面来说 反而是好的 它代表的意思是 你可以找到好的医生 找到好的医生 再加上自己 当个配合听话的患者 当然身体的疾病 很快就没有问题了 有一项有趣的调查 大家知道医生最怕遇到 什么样的病人吗 就是以为自己是医生的病人 就是说有些病人 一看到医生 就会噼里啪啦地说出一大堆的症状 说自己出现了这些症状 一定是得到了什么病 或者看病之前 就先上网查资料 然后判断自己得到了什么病 这一类的病人都是医生最害怕 也是最头痛的 想一想 如果你也是这样 记得让医生来判断 就当的听话又配合的患者就好了 再来是学业和考试方面 用神看父母 是要做子孙 因为子孙辞世的关系 在这里又是不好的 代表学业跟考试都不理想 之前有提到过 这也代表着当事人的玩心太重 心思根本就不在课业上 对考试当然也不是很在乎 所以考试成绩要好 学业要进步 离你还是有一段距离 很多家长对孩子不喜欢读书这件事 非常的操心 当父母的都认为 该学习的时间一直在享乐 则实在浪费时间 其实在学习的阶段 真心喜欢读书的人 是少之又少的 鼓励孩子看书也是一种方法 我建议读什么书都可以 就算今天看的是绘本或是漫画 也都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 因为不管是绘本还是漫画 才是用最精简的文字 表达出完整的意思 看书是需要习惯的 没有阅读习惯的人 很难一下子就专心的看完一本书 从读懂一个词到看懂一整句 甚至到理解整个段落的文章 这些都是需要练习的 接着是工作上的问题 用神判关轨 四瑶做的是子孙 因为子孙辞世可关轨 工作上不利升迁 也不会有加薪的机会 有可能你想跳槽 想换工作 这件事你已经想很久了 不过现在还不是求职的最好的时机 重难可以找到一份工作 也不是你最满意的工作 你的工作进展不大 不是你不够努力 也不是你的能力不强 实在是外来的条件不好 一时的示意不要失智 未来也不是就没有机会 现在不要太着急 慢慢的等待 好运就会降临了 想要变动工作的朋友 建议你要三思而行 现在还不是变动的好时机 人生难免会有逆境 挫折是常有的 不要将时间白白的浪费在 资源之爱 消极的等待上 利用这个机会 好好的反省自己 给自己充电 相信事情很快就会出现转机 当你具备了一定的实力 成功只是迟早的事 等待也是一种磨练 不要急躁 最后我们来看这支挂 在官司上 四摇是子孙 地支是生五行属金 印摇是七财 地支是子 五行属水 四摇生金 生印摇的子水 所以在这边的解释 是我有跟对方和解的意思 而且对方对我方 开出的和解金 也是可以接受的 官司最终可以和解落幕 任何人听到诉讼 听说要打官司 都会觉得非常的不安 但是一经讲究的是 客观的变化和规律 只要是有人的社会 不可能没有竞争 我们从小到大 每一个阶段 经过多少次 不同程度的竞争 比方说 家里有兄弟姐妹的竞争 学校有同学的竞争 公司则是有同事的竞争 军中会有同袍的竞争等等 竞争可以让自己进步 但是如果把竞争当成是工具 没有妥善的处理 接下来可能就会演变成斗争了 遇到诉讼时 易经告诉我们 中庸之道才是解决的办法 中庸之道意思是 没有偏躺任何的一边 折中调和的处事态度 用这样的态度 来应对诉讼和官司 肯定可以顺利解决的 以上就是水天虚这支挂 为大家做的解释 希望对你会有帮助 各位好欢迎收看易雕之美 为您介绍今天的来宾 这位是阿华师傅 各位家人大家好 师傅好 师傅我们讲到说早期的艺术 雕刻品通常比如说人物的话就是 一般来讲我们的雕刻品 一般早期我们台湾的早期 都是以人物为主 那人物都是以早期的 中国的传统人物 秘识人物吗 因为像我们现在这边有看到的 孔子 观公 观音 礼拔 屈原 这些可能后续的 有些供奉类的 或者是释迦牟尼佛 还有一些土地公 神像类的 动物类可能就是一般的 龙 凤 是挑比较吉祥的是不是 一般都是做比较吉祥的 对 像我们外面看到的一般 像老鼠就比较少 对 鸡 有 早期有鸡 人物要入竹 入竹 人物要去鸡 对 多有 早期做这种雕刻为吉祥 他雕刻品会不会搭配节庆 也会 一般台湾的雕刻 还是会搭配一些的 台湾人的生肖 十二生肖就比较长 可能你是属猪的 可能买一些猪回去做个吉祥物 可能人属牛的 可能会买个牛做个吉祥物 那时候还没有像现代 有客制化这种东西吗 没有 那个谁没有 就是 支付雕什么 你喜欢你 对 店里点支付雕什么 你就是买什么回去 当这些类艺术品回去 是 我觉得木雕在现在 慢慢发展到现在 以前我常看到的那些 佛像之类的 它都是比较 比如说比较量产 它是比较 对 比较精致 比较精致 就是 每天生的都一样 类团 那现在的雕刻 比较不一样 对 现在的雕刻 它的转变期 就是说 它可能会以木材的形状 打拔 这适合刻什么东西 它把它复制于身面 把它刻上去 它是工法不一样吗 它有它的工法 对 现在的工法是已经改变了 有些的失误 尤其我们这个 那个李金酸的徒弟 就是我们现在 世界有名的朱敏老师 是 他也是李金酸的徒弟 他呢在学成过后 他自己再次呢 去学跟我们杨延峰老师 拜师 他学习他这个 剪雕科的剪法 所谓剪法就是说 他把一些的 凡序的工 把它剪掉 更简单话 意思是这样 并不是说简单话 其实这个 真的一刀雕 它的一具一刀 若是没有非常的独到的话 它是没有办法做 没有办法做出 这么高官的技术 像我们这一尊 就跟我之前平常看到的 我刚刚讲的 就是比较特殊的全部的一样 那种雕法是不一样的 它这个 它为什么有的是用磕的 有的是这样着过 它这个就是 它的功夫有到 非常到家 功力有非常到家 才能做出之后 它这个锯 就是把锯子 它的锯衡留起来 它不用修饰 这就是它的功夫 都有功夫在这边 也就是它的刀 一刀一刀的在找 它是一个刀 不小心 太深了 可能这个作品 可能这某个区块 就有瑕疵了 所以这个是锯子的痕迹 它那个一痕一痕 那个是锯子的痕迹 电链的痕迹 电链 电链的痕迹 电链的痕迹 所以我要算得很精准的吗 对 它一刀这样找下去 它非常清純 找歪了怎么办 可能这个作品可能就要浪费掉了 就浪费掉了 这是艺术家的个性 它的个性 可以修饰一下吗 那可能就不是它想要的 就不是它的原创就对了 不是它想要的东西 所以您说这个叫一刀雕 一刀雕 一刀雕要特别特别的专注 专注还有功力 然后功是功夫的功 你做功的功 功力要非常独到 它可以把这个产品 这个艺术品把它完成 是完全不同的 并不是一般的普通的师傅 可以把这个一刀雕的作品 把它完成 真正的一个作品出来 所以能够做一刀雕的师傅 它的功力可能要 要比别人多好几倍 多好几倍的功力 所以一刀雕的师傅 一般来讲 尤其我们三一一刀师傅 是寥寥无敌 真的 我们台湾目前数得出来的 一刀雕的师傅 目前的话 就是早期的话 就是以诸名 现在另外一个也是早期的 有一个吴欣 但它已经往生了 它的雕 它的作品 也是非常非常独成 谢谢师傅今天跟我们分享一刀雕 一雕之美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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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